那這一些很多 包括有些黃烏鑫 他們是變成榮譽黨 就是說不用繳黨費的 這一些比例是很高的 那這些也有部分 當然是屬於軍公教 那更多很多是沒有繳黨費的 所以我們可以投的有38萬人 我們上次吳敦毅 2018那一次的黨主席選舉 投了5成8左右 所以我覺得這次會比上次更高 其實這次國民黨主席 真的呈現出非常多的問題 也值得黨內跟外界 一起來做參考 范老師現在看起來 選前的48小時 朱立文是不是選情 已經到了危急了 所以真的韓國瑜 不管怎麼樣都要蹭下去 即使江啟臣看起來 已經很明顯在見縫插針 說去年他們多麼的 有革命情感 我想對韓粉來講 很想告訴朱立文就說 你在噁心要有個限度吧 你過去以來你跟韓國瑜有什麼關係 2018年那時候韓國瑜要選 這個所謂的高雄市長 請問一下 那個時候朱立文你有幫忙站台嗎 他避之唯恐不及 避之唯恐不及啊 後來韓國瑜要選總統 你有幫他站台嗎 沒有啊 你冷眼旁觀啊 韓國瑜被罷免高雄市長 你有出來支持力挺他嗎 也沒有啊 三場重要戰役 你都當作路邊人 一點跟你無關 你現在這個出來拼命蹭 沒有錯 李四川曾經當過你的副市長 可是你這個時候去找李四川 是因為我們當初在新北市的情誼嗎 當然不是嘛 是因為李四川跟韓國瑜的關係嘛 你跟陳雄文上節目 你跟陳雄文過去我也很少看你們同台啊 你有什麼關係 也是因為高雄的副市長嘛 你跟葉匡時也是嘛 所以我真的覺得一個政治人物啊 這麼的現實 我真的覺得政治不能夠脫離感情 那大家都知道朱立文是會計博士啊 很會算啊 精算師 精算師 你算到這樣 我真的覺得你過去如果跟韓國瑜同生死共犯難 罷了 你今天來蹭我覺得沒話可說 你過去形同末路啊 你這個時候拚命去抱韓國瑜大腿 你耳不耳心啊 我真的覺得 這個朱立文選了這一場太難看了 難看到幾點了 那你說 然後這個 更好笑的是大家現在 韓國瑜也然是國民黨的總警察人 他得也持續太厚啊 垂簾聽證啊 腎上有旨啊 腎上有益啊 就開始傳話 然後說 然後這個 連這個江啟成 還打電話給韓國瑜說 哎呀這個 說韓國瑜保持中立啊 他沒有支持誰 哇 江啟成也扮演這個傳話者 你是黨主席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現在的電話自首可熱 各方都要打進去 然後都要聽聽看 我們的韓大爺你要談什麼內容 偶然太上黃了 太上黃嘛 韓太上黃了嘛 所以我真的覺得國民黨 沒辦法 因為他的選民結構如此 我們剛剛講過 剛剛明顯講他大概37到38萬的這個黨員 黃富欣大概兩成五其實不多啦 但占了大概八萬多 但是他為什麼可怕 他的人不多 他的投票的意願最高 而且很集中 票票入櫃 給票部隊 給票部隊 我可以保證 這些人禮拜六 花風下雨 太陽多大他照去不悟 問題是你朱立倫你的支持者有沒有這種熱情 這就不一樣嘛 所以我覺得難怪韓粉對於 這個這個所謂的這個朱立倫 江提成這樣蹭 他們不買單嘛 哎 這個李四川又不是朱立倫 又不是韓國瑜的 又不是韓國瑜代表 他也沒有授權啊 他也不是分身啊 只要韓國瑜不講話 這些人雖然是跟韓國瑜在一起 過去過去在一起啊 可是他沒辦法代表韓國瑜 所以我覺得這就變成說 國民黨 但是我覺得這場選舉 到最後不管誰贏 贏最大的勝利 當然我們知道就張亞中嘛 這還要說什麼 張亞中 而且我不要講張亞中現在最大的 他的獲利在哪裡 不在台灣 在對岸 在對岸 他未來去對岸 哎 一個台大教授 你到對岸去啊 國財辦主任不可能見你的 副主任不可能見你的 什麼交流局局長 不可能見你 現在水長船高 副局長 副局長 還見不到 只能跟一些什麼社臺研究 什麼社會院臺研所 大家做作談就罷了 要見到這種副局長級的 很難哎 你現在去 劉捷一親自接見 台辦主任接見 更高位接 搞不好這個 這個所謂的政協主席 都跟你見面了 為什麼 你有票嘛 而且你畫 畫腐朽為神奇啊 打出一片天下啊 對不對 這個過去的這個 就跟這個老共一樣啊 對 25000里長針 到延安都快不行了 結果搞起來了 所以我覺得他這種作戰 作戰的這種能力 他的爆發力 是老共在台灣找不到的 所以即便他沒雪上 對中國來講 這個不得了 這個是天菜一碟啊 所以我覺得到最後他到中國去未來 水漲船高 甚至他的定位可能都比紅袖柱還要高啊 他就跟你講他答了什麼 他敢回答嗎 他貼我紅桶說我是這個美國憲民 我問他的三個問題他答了沒有 他只要不答 整個風向就回到張亞中 他的優勢就握住了 他只要掌握到禮拜五的熱度 讓禮拜五的熱度 結合到禮拜天的溫度 哇 那個票就出來了 所以這是張亞中的慎選方式 OK 好